一名50歲的藥頭在台中各地販毒 以車代步攜帶各類的毒品到處爬爬燥 警方跟肩埋伏 趁著他跟藥角交易之後圍捕抓人 而這名嫌犯還非常狡猾 故意把毒藏在未裝成飲料的寶特瓶 以及魔術方塊內躲避追查 嫌犯買毒被發現立刻拔腿狂奔 圓景頸椎再後不知道是不是吸毒吸太多 續航力不足 才跑沒多久就直接被警方帶個陣著 抓了藥角同一時間警方早就冰封二路鎖定販毒藥頭 50歲董幸嫌犯專門以車代步 現在各類毒品啪啪燥 警方趁著他與賣家交易後一舉上前 展開尾部 人被逮了 毒品呢警方一開始搜車還找不到 結果發現這寶特瓶是有蹊蹺 果然一拆裡頭藏了好多毒 就連這個中空可拆式的魔術方塊 也變成未裝藏毒的工具 嫌犯手法如同魔術師 但想輕易騙過圓景法也 沒這麼簡單 藥頭藥角全早警方一舉破獲販毒罪起訴 下場最終無期徒刑 害得病科1500萬法金 這將會想到台中 差不多